就是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那到了 就是慢慢的也變 最後到了台灣 台灣的第一場折辱 是在十大夜市的街頭上 他們就在十大夜市的入口 他們拿著大聲工 然後去聊 去聊最近社會上發生的議題 這個就是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 在台灣的起源 那慢慢的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 台北 或者是高雄 甚至宜蘭 雲林 各個地方 我們都在禮拜五的晚上 在這樣的室內空間 進行哲學星期五的講座 那哲學星期五談什麼 哲學星期五什麼都談 只要這個議題 具有所謂的公共性 我們曾經談過 很嚴肅的死刑的存費 或者是我們去談論 所謂的青年怎麼回到家鄉 參與政治 或者是開發環境 或所謂的開發跟工業的一些衝突 只要這個議題具有公共性 大家感興趣 我們都可以在哲學星期五進行討論 那雖然我們每個禮拜啊 都會請不同的講者 他們也許都是各個各個領域的專家 各領域的專家 但是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哲舞的主角 哲舞的主體其實是坐在台下的各位 哲舞的主角是坐在台下的群眾 所以我們雖然每個禮拜都會講不同的議題 每個講者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更在意的是坐在台底下的各位 你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跟想法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想法 也都很歡迎你們在會後 就是大聲的說出你的不同意見不同的想法 來跟講者或是彼此做溝通跟討論 我們就是希望哲學星期五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以前對於這些所謂的公共議題 其實我們好像都只聽人家講而已 好像所謂的政治人物說了什麼 我們就聽 我們往往很少有機會這樣理性 就是很理性的去談論這些議題 那我們希望哲舞呢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可以先聽聽所謂這些專家的想法 那我們再去思考 我們去思考之後去表達我們自己的意見 我們就是希望哲舞可以慢慢的作為這樣的平台 讓大家去討論去接觸這些所謂的公共議題 我們會發現說這些議題或許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艱深 我們就可以透過平常這樣的討論 然後去接觸這些所謂的公共事務 就是所謂的政治 其實政治就是生活 它沒有那麼的困難沒有那麼的堅塞 所以呢 哲舞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要自我介紹 對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就是這個自我介紹很簡單 因為你就是今天的主角 你是今天的主角 所以你要跟大家介紹說你是誰 那你從哪裡來 那你對於今天的議題有什麼有什麼看法 或者你特別想要瞭解的 你可以先提出來 也許我們講著 等一下就會針對你感興趣的地方做補充 所以等一下就是大概每人30秒的時間 那就是來做自我介紹 那就是來做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林玉玲 那那個 我是台中人 那是住北竹市張里 那上禮拜也參加那個1095 辦了在那個一廣的那個 印尼的那個小土地 那吃了那個印尼料理 就是發覺我對一廣真的是很不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人 是新年鄉盛高一的女生 然後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聽的 你們是從哪裡知道這個訊息的 那是從 老師 喔 公平老師嗎 他有臉書 嗯 嗯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那 因為我之前曾經參加過 在那個 就是 復興路上面有半天冰中我的展覽 那時候才知道就是有關於移工說 為什麼會被限制 三年都必須要離開的那個狀況 那我想就是 因為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所以想不然還能解釋 您好 我叫黃玲珍 因為我之前有在工廠打工廠 然後有很多 工廠 就是想要出來講我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陳湘銘 我也是中興大學人 然後 是因為 修文化人類學 然後有需要做田雕的報告 然後 然後我就選那個 移工這個工作 然後來看看這個會遇到什麼困難 跟生活 謝謝 嗯 其實還是也很忙碌 然後我跟這個 東南亞移工有一些接觸 然後因為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來聽不快 波子可以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怎樣的接觸嗎 嗯 欸 因為就我們工廠裡面有一些就是會遇別人 然後他們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熱情 而且其實對我們都很好 對 然後我覺得 然後他們 就是前陣子有跟我透露 就是他們的工作的內容 還有工作的情形 還有聽那個就是薪水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分 就是台灣也就是差滿大的 然後也是 就我自己覺得蠻不公平的 對 然後上角結一下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莊佩甄 我可能是在醫院上 我可能會做一些 就是外籍勞工 他們受傷 然後工傷 或是意外 或者是 有被固定性招搭的情況 那這樣 所以就是 對 在工廠 有些接觸 是想做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菁米 然後 其實 我之前的工作 就是在傳統工廠 那我們裡面 其實有很多 就是 泰國 來的就是 移工 可是我發覺其實 他們 他們其實 就像剛剛 黃瑜哲的朋友講 其實他們就是 都很熱情 就在他們的工作上 可是 現在目前現行 台灣的就是 比如說法制面 對於這些移工 而言其實 非常的剝削 甚至是福利各個 就是等等各方面 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今天的主題 就是 能夠更了解清楚 就是知道說 這些移工在台灣 這麼努力的 想要生活下來 然後 他們所 接受到的這些待遇 就是這麼的負貧 所以今天是希望 能夠來分析 深入的了解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玉 然後我也是台中人 那因為 我其實就是身邊 有很多外景公 比如說是在 爆發工廠 或者說 鄰居有請 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 我其實不了解他們的背景 然後 遭遇的困難 都耳聞 可是也都不清楚 那陳希瑞 真是有看到這個資訊 就想要了解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林玉 我來自原理 我來曾經參加過一次責務 我發現這個分文很好 然後我們身邊有很多移工 還有就是有時候市場上有一些 在放賴的東西 我發現他們都是很優秀 很認真的人 然後我們想說 今天剛好看這個議題 然後再來更深入 要比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身附近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的大醫新生 然後因為我們西藏真的很多 關於這方面的學識 比較深入了解 教授剛好也有要求 要寫報告 所以要來參加這回合 謝謝 之前你們的學長姐來都用台語字界 要不要來一段 不要講一模一樣 你就簡單講幾句嘛 大家好,我叫文東雄 我是台中教學台 台灣議員 一年那裡的星星 我是... 謝謝英文 大家好,我是人來講台語 我是東雄的爸爸 旁邊是我太太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來參加折戶 但是這個議題不錯 所以很興奮 裡面的議題 可以聽聽看 謝謝 不好意思 先把麥克風給前面的 他們剛才漏掉 沒有,只是一個代表性 我有在看,我有在看 沒有,沒有要 大家好 就是剛才我同學就已經有介紹過 因為就是因為我們法寶是公民老師 然後他就有推薦我們 然後也要我們做報告 就是來聽這個折戶 所以就是想說聽看看 大家好 其實之前有講 美中的短部時間 就是議題 然後有聽 有觀眾同學有來 然後有聽他們說 就是這個本文很好 所以其實是你們的 謝謝 謝謝 我是最後一個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們報告要做什麼 哈哈哈哈 還是什麼方向 你報告 需要 是哪方面的報告 還是要參與一個社會運動 嗯 其實我覺得所謂社會運動 有些人聽到社會運動 就會覺得好像很激烈 就會去外面 抗爭啊 被水深噴 我覺得呢 其實社會運動也是一種 也可以是一種很和平 或者是很和諧的方式 我認為也許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改變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種 對 嗯 大家好 我是小紅毛 那後來聽這個議題是像我爺爺 呃 有被 就是請 應該是菲律賓 照顧過 然後我外婆現在是印尼的 那個 在照顧 然後我的 哥哥在澳門她的生小孩 也是菲律賓的 對啊 在幫我們照顧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以前 他們生活的待機 其實沒有太 那個時候他帶很小 所以沒有去感受到那個 他們的生命 跟我們的生命的交集 然後 後來前陣子看了那個 那個菲律賓的會家 那本書 那就覺得 其實他們 為了來這邊賺錢 然後來照顧我們的家人 其實跟自己人生命 有很大的鍛鍊 所以我想要說 來多聽一些這樣的故事 要解一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 呃 讓他們在這裡 過得比較快樂一點 請 大家好 我是 人家凱 我是 在台中東高山 對 然後其實 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說 其實 家裡也曾經有 就是 請過外景 來再幫 然後 其實我覺得 就像前面幾位朋友講的 其實都很好 其實印象滿深刻的 然後其實在高中之後 然後長黃黑中就覺得說 嗯 其實台灣人對 在 特別在台中講 台中的經驗來講說 就是 其實台灣人對於 對於文化其實是 有一個很奇怪的標誌 我覺得 就是 就是大家可能對於 我們大家通稱西方文化 是非常追從 然後就是 對於 東南亞的文化 就是 就是雖然說 比我們比較近 但是卻 感到非常的偏見 然後就是很多歧視 讓我覺得 呃 就是實在蠻 沒辦法接受的 然後我希望說 就是 就是台中這個 這一邊 我們其實都在之後 就是 做完 能夠透過我們現在的 政府的領域去把 這樣子的 就是文化 雜誼化去 對人 試著變成喊話 或其他 來 大家好 我是小奈 我是哲學信心的資工 然後我本身的工作 是小學老師 那其實 呃 移工是你的部分 然後還有包括 包括其實現在 呃 課堂上資料 有很多新住民的 學生這樣 那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教育會政策是 他是會把 新住民的家庭 是算列管嘛 就是 我們得到 消費的資料的時候 我必須去註明說 他是新住民 他 他不是 因為他擔憂 之類的 那有時候我覺得那個 住民有點遺憾的 其實是 那或者是說 我們在跟小朋友在 其實我自己會跟小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通過說 欸你們不會覺得一樣是外國人 那像剛剛 佳蓋講 就是說 呃 白皮膚的外國人 就所謂的西方文化的外國人 或者是所謂的東南亞像移工的外國人 其實社會上是有不同的感覺 那其實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是很勇敢的 雖然說 我們在學校裡面其實是不會放大這樣的 這樣的歧視或偏見 可是那種細微的就是說 欸我覺得很多時候其實 我會有點神氣 就是當學校說 他要去輔導 所謂新住民的小朋友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會有點神氣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沒有問題 我覺得新住民也沒有問題 很多時候反而是所謂我們的 就是所謂的台灣的台灣籍家庭的問題 就是說他覺得他是 他是用買進來的這個女生 所以他原本在這個家庭裡面 其實小朋友就會意識到說 媽媽在家裡的皮膚是不平等的 那那個東西其實會前年的話 在小朋友的心裡面 那其實可是我覺得 教會比較困難的地方 是我們可以教小朋友 但是我覺得教大人 就是蠻困難的 所以這是我也還需要在 多學習的地方 謝謝 大家好我是張正 我從台北路過這邊 對 也就是路過了 我待會兒要去台南 我之所以來是因為 我知道1095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年輕的組織的團隊 我自己在台北開東南亞書店 所以我想要 聽聽他們怎麼介紹 這麼厲害的團隊 要多多學習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明文 我是在英英九五團隊裡面 甚至實習生 就是跟著兩位 就是一起學習這樣 然後今天 來就是來聽聽說 那你這個團隊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 就是還剛結束嘛 然後因為我們是有學泰語 然後當然就是有結束到 就是帶一本就是你看不懂的書 來台灣這個活動 就是帶一本 比如說泰國啦 或是印尼化 或是菲律賓 那邊的就是印尼的書 帶回來台灣 然後讓這些英明工他們在台灣 除了 就是自己接網路啊 或是接電視的方式去知道一些資訊之外 他還可以透過書本的方式去得到很多的資訊 然後另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台灣的那個國立公眾資訊圖書館裡面 就有很多的藏書 然後是屬於就是東南亞的語系的書籍在裡面 然後如果就是 就是可能家裡面有朋友啊 或是有知道說 就是他們有外籍的移民的工作者的話 就是可以 可以跟他們公共看看 是不是說 可以帶著他們去那邊借書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彥啊 然後我在美國長大 然後我看到這個議題的話 覺得其實跟美國很相像 在美國在19世紀的時候 也是有那個 移工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啊 意大利人都是愛爾蘭人 那當這個世界的時候 變成一個服務的社會的話 就變成是從墨西哥人 那他們的像比如說 平常吃的生菜 或是說在麥當勞後面 或是素食店後面 或是中餐後面炒飯 其實都是那個 墨西哥人 就是他們的外勞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次文化 因為 因為我們這些 他們需要這些年假保工 但是呢 又沒有給他們身分 那 有沒有那個 社會福利 或是社會的資源 相對之下也是 有點歧視他們 那像 我記得 七八年前 我過來台中一次 然後我就 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跟我講說 台中國商那邊 很多外勞 又又又 我不過去啊 那 後來他就去 美國去擋護士去了 不是擋護士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 其實 美國白人也是這樣看著我 就那些心靈靈靈 所以我想這裡的時候 就需要去了解他們 然後 怎麼樣去 去 跟他們融合 去了解 那 我想可能 我在美國看到的 越南人 跟印尼人 跟別人 可能都是比較富有 階級比較高一點 跟台灣的話 可能就是 會看他們的表情 比較不一樣 可能台灣過來台灣 都是會比較鄉下一點 但是 汪女兒 就是這些人都在這裡 那 就怎樣去保護他們 然後去 跟這個社會融合在一起 然後去 消除這些別人 然後跟那個 喔 的那個 隔閡 然後法律上的保護 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那個東南大學學生 然後 我們 這集剛好做到有關於 東南亞移工的 社會研究報告 所以 想說在這邊聽一看 他們的經驗 然後或者是我們可能會遇到困難 大家好 我叫七俊凱 然後我也是 那個 東韓大學的學生 那 我 就是我跟他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 正在 做那個整個學年的 年度報告 然後我們的主題 剛好就是 東南亞外籍移工 那 就是今天剛好 有在網路上看到那個 然後 就趕過來 再 聽聽看有關 外籍移工的經驗 然後對我們 報告有沒有更進步 那個 就是了解 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鍾凱 我覺得東南亞移工 它其實現在 算是佔台灣人口 為數不小的 數量 但是我們都沒有說 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故事 還是 他們的一些文化 而且我們就是 就是像 剛剛很多來賓提到 就是我們通常都是 抱持一種偏見的角度 在看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 需要過來了解一下 他們的故事 這樣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然後 老師有要求我們 要參加 125的活動 然後 我對這個議題 比較感興趣 因為我打工的時候 會遇到 就是 移工的 就是 同事這樣 然後 就是 他有時候會 說他的薪水很少 然後我會覺得 我是公主 然後我的薪水 快要比你多 我也會覺得 好像有點不公平 對 所以想要來試試看 大家好 我也是台東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然後 然後 我昨天已經遲教了 因為我在學主題 然後 就是因為最近在學校 所修活氣勢的課 然後遇到很多外提生 就不知道為什麼 旁邊都是做外提生 就是 印尼跟馬來西亞的人 然後 他們也都有 最近有拿到工作 正開始打工了 然後 就有聽到一些 他們說 老闆有點歧視他們的意思 所以 我想 最後可以拿給他們看看 兩回合 大家我在做以前 台中人上班族 然後 然後 我們會對這個 印尼有興趣是因為 就是自己有去泰國玩過 然後又到越南去開 就 收他們的幫助能大 所以來看一下 在台灣 怎麼可以幫忙 那 我跟鄭允全 然後 在中人 然後 然後因為之前家有請過那個 變來來幫忙 所以我想知道 謝謝 台北國榮 那長海澤武 那以前我去北京的時候 也有一個明明就是說 他去菲律賓的時刻不去台北 然後剛我路過交通地方就差很多 那一般普遍印象好像覺得 日本很近啊 那個會變很遠 其實這樣是相反的 那這一個普遍印象 在工作跟商工一定比較少清楚 我想來提一下 大家好 我是官惠 以往就是聽到移工的故事啊 都是比較偏向負面 就會讓他們做超過程範圍公司的工作 還有一些像是 越南籍的那個 新娘的故事是比較偏向 很多例子是以離婚去搜查這樣 然後先前我知道有一個歌手叫林森祥 他在介紹就是美容 他變成那個外籍的 他只有四字翻 就是有一首歌叫日久大象是故鄉 然後新竹有一個客家歌手叫黃子圈 然後他在介紹這部分的時候是日久大象的 就是我會覺得像那個南北的那個差別 就是他覺得還蠻好奇這樣子的 中部的狀況是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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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我是中英大學的學生 那所以我會來這裡是因為 之前先為一枚通知歌叫基督品拍攝 那我們的主題就是要拍一共 那跟那邊就沒有關係 就過來 那再來呢 我以前來自泰國的那 那你等一下多了解一下 泰國的勞工在這邊的情況 還有台灣人對他們的觀點 那是類的這樣 謝謝 那我們先去祝賀 大家好 我叫自然 那我是中英大學學生 那我之前是就是 看了 剛開始結束移工是因為看了 已經會導演拍的 麵包青人這部紀錄片 就是非常 講得非常詳細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後來 就是有一直對移工這方面的消息 就是都比較關注 那這學題剛好也是 就是我們一直修了紀錄片製作的 這個課 然後就是想要拍攝一點 關於移工的事情 然後對這邊看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新家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現在在高雄工作 因為我個人蠻愛吃 泰國跟印尼料理的 時候也覺得那個 菲律賓呢 跟那個印尼的電影跟音樂都很有趣 所以就想要再聽聽看 好 大家好我是佩奇 那我是考班這個空間的共同創辦人 考班大概成立到現在 兩個多的時間 那像是東南亞這個議題 我們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夏天有個團隊 他們把東南亞移工的這個主題 改變成一個劇情片 然後他們進到裡面去做拍攝 甚至找到一個小吃店的 在這邊打工的菲律賓女孩 當作女主角 然後甚至最後還在那個小吃店裡面 做電影的 回電影的首映會 所以那個時候等於是 一年半前結束 在地的東南議題 然後還陸陸續續好 班也做了很多相關的 比如說小路行的活動 或是把太北小吃店的老闆娘 請來這個廚房 做一個太北料理的實驗室 所以就是 因為身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想要跟在地 有更多的連結 或是有趣的專案在這邊發生 那甚至上次也辦了一個 工作方是在講策展的角度 然後可是你是把整個策展 拉到地的廣場去 在那邊做一個整天的一個呈現 對 所以如果大家後續 也關注這類議題 或是關注好伴在做 不管是上次新創世代 或是日常事例等等的活動 都可以關注我們的專業 或是可以在平日來到好伴 跟我們多聊聊 或是認識這個空間 好 謝謝 嗨大家好 我是黑黑 然後現在也在好伴工作 然後我要接去剛剛佩琪講的 就是那個菲律賓女孩 她幫那一部就是 違電影配音 然後我其實有跟她講過 我聽到她現在應該還在台灣工作 她在一間 東南超市工作 然後我有一天就問她說 所以你平常都休假 什麼時候她說要排 就是 然後她說一點中文一點點 然後她說她一個月休四天 然後她一天的工作時數一定超過八個小時 然後我聽到就覺得有點傻 就覺得這不在 就是台灣好像沒有任何的法律 或是勞保嗎 還是什麼時候會保護他們的權益 然後可是她跟我一樣 就是一個年輕的女孩 然後在這邊一直 自己在這邊工作 然後我就發現這件事情非常不公平 然後 所以開始會漸漸去關注說 在台灣東南愛工的事情 然後 工廠服務一下 就是好伴現在 有賣鮮乳芳的鮮奶 如果大家待會聽完之後 想要帶個鮮奶 非常好的鮮奶 就是完全沒有添加任何東西 非常安全安心好喝 歡迎來找我們 就是我身上就背著一些 賣不掉鮮奶的壓力 那就我 謝謝大家 大家好 那就是我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是法律系的 對 然後會接觸到這個東西的話 是因為那個 就是燕姐 我就認識她 對 然後那個 然後燕姐她在她的 那個Facebook上面 就有貼到 就是相關的資訊 然後我看一下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啦 因為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說其實 跟大家一樣啦 我自己家裡面 例如說像我 我爸爸好了啦 他是 他是那個 就是他在醫院上班 對啊 然後他們就是說 他們會看到很多三重 就是在三重 然後三重又是台灣 算是外籍 例如說新娘什麼那些 算是一個蠻密集的區域啦 然後他就會說 他看到很多狀況 例如說 有一些 有一些家庭裡面的 那種這個 活過過公公 就是要自己的那個數字 不要學媽媽講 母語 這樣子 這樣子的事情啦 那 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啦 那 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我對這個議題 一直以來都蠻好奇心的 大家今天看到這樣 就是他這樣子的分享 這樣的訊息 就過來 大家好 我是跟他一樣 就是看到他這個 就是訊息之後 跟他一起過來 然後 我們家其實有請外 然後就是我還蠻想知道 他為什麼會這麼勇敢 可以讓你相背景 而且 而且就是其實他的家鄉 有 就是有家庭 那他就可以放下 那一起來台灣工作 還可以 就是 就是其實家裡的人 對他 就是還是有一點點 歧視的顏色在看他 我就覺得他好奇心 你就想要了解這個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凱迪 那 我對這個議題 對付 那個 國之間流動 流運的議題 比較有情緒 那 再加上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做那個 關於心理的 主要是 WidePail的 文化研究 這樣子 那 對 那 措施 措施也是 對於這種的國族研究 我已經覺得 到我措施是 那個 呃 Success的 Metal Project Differe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所以 這對於這個國族 還有 真的不易 放棄了興趣 所以 今天來講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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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好 我是教育大學 三年級 嗯 我叫 然後 會對於這個議題 有興趣 是因為之前聽過 顧雲雲老師的演講 然後他是 就是這方面 比較有研究嘛 然後聽到有一些 制度層面的 就是 算是啟示 然後 就 很多我都覺得蠻誇張 就是一開始老師講的 我還不太相信 然後 對於要怎麼解決 歧視這個問題 我最近 有 蠻深切的想法 因為 我覺得 光是口頭喊 或是 制度層面改變 說 不要歧視這樣 很有用 因為其實 東南亞國家 東協的經濟 已經是 要起飛了 那 我覺得他任何行星 就是 對於強國 就是通常會覺得說 喔 他們好棒棒 文化很棒棒 然後 可是我覺得當 外國家的經濟起飛之後 我們的歧視 就會 減緩了 然後甚至說 會去 瞭解人家的文化在上 我覺得這是 比較 人性層面的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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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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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它是代表三年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尚老師